死后第七年 前女友回国 不仅对我恨之入骨 还连带着侮辱我的家人 她认为我是害死她妈的杀人凶手 可我不仅给阿姨捐了肾 还为了保护她 被人捅死在废弃工厂 得知真相后 她决定以死谢罪 我从未想过 死后第七年 还能再看见宋义堂 七年后的宋义堂 俨然一副成功女精英的样子 她穿着黑色的职业装 长发被盘起 身后跟了五六个壮汉 来到妹妹沈志义的摊子旁 她洋洋下巴 面无表情道 都砸了 一声令下 几个壮汉上前 上手就把车上的调料和配菜 倒了一地 还拆了包装盒和塑料袋 抬脚就往上面撵 沈志义一大早起来准备的菜 在地上被踩得稀烂 还有两个人拿了锤子 握着锤柄 狠狠砸向玻璃窗和三轮车 光荡 玻璃破碎 和锤子砸车的声音 吓到了来往的路人 落了满地的玻璃碎片 别砸了 别砸了 你们这是 在干什么 沈志义双眼通红 跌跌撞撞地去拦他们 可她一个弱女子 怎么拦得住五大三粗的壮汉 她被人反推一下 跌到地上 手狠狠扎上了地上的玻璃碎片 之意 我飞奔过去 去看沈志义的伤势 她手心里出现个深深的口子 不停冒出血 我心急地去把她手上的碎片 可我的手却静止穿透过去 我总是会忘记 其实我现在只是一缕 无处可去的孤魂 又是这样 又是这样 我生气地去捶自己 之意被辞退 坐在长椅上哭的时候 我没法抱住她 之意被人言语骚扰 却只能忍着 不敢还嘴的时候 我没法上去替她出头 如今她手受了伤 我还是什么都做不了 我简直恨自己的无能 宋义堂看见沈志义受伤 脸上表情都没怎么改变 她踩着高跟鞋走过来 闲雾地踢开地上的菜篮 看沈志义的眼神 像是看到了什么脏东西 可之前 她看见瘸腿的流浪猫 都会掉眼泪 我们公司要开个美食广场 你们这些摊贩不交摊费 还赖着不走 不给点颜色瞧瞧 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我冲到她面前和她解释 不是的 不是的 前几天 知义带妈妈 去医院没来摆摊 她不知道这个事情 美食广场的摊费 要一个月一万 她怎么付得起 可我已经死了七年 我说什么 他们都听不到 所有一切 只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 沈志义手里流着血 眼里流着泪 她从地上爬起来 哭得上气不接下 气 你跟我说一下就好了 我不是赖着不走 你为什么 为什么要砸我的摊子 宋义堂从鼻子里冷哼一声 毫不掩饰眼里的轻蔑与不屑 因为你跟你哥一样都不要脸 不用点印手段 你们只会蹬鼻子上脸 她又眼神是一几个壮汉 加快手上的动作 神情冷漠 丝毫不留情面 太陌生了 实在是太陌生了 我盯着面前女人的脸 心中泛起汹涌的苦涩 情绪来势汹汹 几乎要将我淹没 我双手掩住脸 七年没见 这样的宋义堂 我竟然认不出来了 我和宋义堂在大学认识 也在大学相恋 我那时还是个吃穿不愁的小富二代 高中成了艺术生 大学专业是绘画 当时我留了一头飘逸长发 最爱装忧郁 头发一甩 不知迷倒了多少少女 当然 宋义堂就是他们的其中一个 相比其他女生的矜持娇羞 宋义堂直白 热烈 对我一见钟情后 就发起猛烈的攻势 她天天对我嘘寒问暖 给我送她自己做的爱心便当 还晚上约我出去 沿着学校里的湖边散步 我当时为了立忧郁人设 心里虽然恶翻天 但面上仍然是淡淡的表情 后来 我决定主动一次 一次散步 我红着脸 和宋义堂表了白 她呆愣了半天 然后一直手捂上嘴 显得特感动 她说 我还以为你不喜欢我呢 寻思着 今天散完步 以后就不追你了 我每次想到这个 就总是一阵后怕 要是当时不主动 我可能就要失去宋义堂 失去她这么好的女生 后怕完 我更觉得幸运 还好 我主动表白了 在一起后 我和宋义堂更加亲密 当时我特地买了摩托车 就是为了 能每天骑车 载她去上下课 吃饭的时候 她会很开心地挽着我的胳膊 和我分享 今天都发生了什么事 她那时候 眼睛里好像有星星 亮晶晶的 看着就喜欢 可如今 她却眉眼伶俐 只是几个人 砸了我妹卖饭团的摊子 沈志毅最后都不拦着了 她只能哭着看别人 把三轮车砸坏 我盘旋在三轮车上方 感觉心抽抽的痛 那辆三轮车 花了快两千块钱 沈志毅起早贪黑的摆摊挣钱 除去日常开销 和我妈的药费 她几乎是从牙缝里 省下这辆三轮车 可如今 三轮车被砸得不成样子 谁欺负之意 坏 坏 等他们快要收工了 我妈手里拿着杯绿豆沙走过来 自从我爸去世 我妈脑子就出了问题 举止言谈 都和七岁孩子无异 可即使是这样 她潜意识里 还是会护着沈志毅 天气热 沈志毅出了一头汗 我妈知道这条路 尽头的超市里 有卖绿豆沙 拿了钱就去给她买 可等她回来 摊子被砸了 自己女儿也哭个不停 她第一反应 就是去找沈志毅旁边的壮汉 欺负之意 坏 那壮汉不理她 我妈就又去看别人 然后 她看见了宋义堂 我妈立马眉开眼笑道 堂堂 而媳妇 她竟然也还记得宋义堂 我忍不住去看宋义堂的表情 我想 她对妈妈 至少是有感情的 我俩确定关系后 不久我就把宋义堂带回家 我妈很喜欢她 经常给我转钱 让我多给她买点东西 还时常问她 堂堂 我家一番没欺负你吧 每到这时 宋义堂就会炫耀式的 给我看我妈发的消息 还朝我挥小拳头 看见没 你要是敢欺负我 咱妈饶不了你 她管我妈 叫咱妈 那时候 即使我们没结婚 我却觉得 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虽然后来 我和沈志义 确实伤害了她 但是 我妈没有 我妈一直把她当作 亲生女儿一样 可宋义堂接下来的反应 简直叫我寒心 宋义堂几乎是 毫不犹豫的皱眉反驳 老不死的东西 别乱叫 一生老不死的东西 简直让我如坠冰枯 我只觉得 全身冷得在发抖 我声音颤抖 那是咱妈 那是咱妈 我妈被宋义堂的表情 吓了一跳 可她还是上去 要拉她的手 堂堂 你别难受 滚啊 别碰我 宋义堂一下子 甩开了我妈的手 把她甩得 向后几个裂前 我和沈志义 同时过去 扶住我妈 要倒的身子 沈志义既生气又委屈 她满目不可置信地 看宋义堂 我妈上了年纪 你什么能这么推她 宋义堂却冷哼一声 你妈上了年纪 关我什么事 当时谁来关心 关心我妈 她这话说出来 沈志义眼中怒意更深 我却觉得有点不对劲 宋义堂的妈妈怎么了 当时我明明 我还来不及多想 汽车及时而来的声音 拉回我的思绪 傅明轩从劳斯莱斯上下来 面带笑意地问宋义堂 怎么 谁让我家堂堂生气了 时隔七年 再看见傅明轩这畜生的脸 我整个人仍会觉得胸口 目火中烧 我全身血液 都像是要沸腾起来一般 若是没有傅明轩 我和宋义堂 根本不会走到这一步 我忍不住不去想大学那段时光 傅明轩比我小一见 和宋义堂在一个专业 他对宋义堂一见钟情 即使知道他有男朋友 他还是对他死缠烂打 他甚至当着好多人的面 和我宣战 沈一番 你等着 义堂学姐以后 肯定会是我老婆 我当时当然不信 虽然傅明轩长得比我帅 家里也比我有钱 可我相信宋义堂的人品 也相信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他绝不会让一个突然出现的人 破坏我俩稳固的关系 事实也证明 我是对的 傅明轩给他买再多东西 对他再关心 宋义堂看都不看他一眼 他拒绝过他不止两三次 傅明轩 我很爱一番 咱俩之间根本没可能 我以后 肯定要当一番的老婆 他说的是那么坚定 那时我俩都相信 我们俩最后肯定能修成正果 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 可变故来得实在太快 像是老天爷要故意捉弄我一样 傅明轩的爸爸 竟然是我爸公司最大的合作坊 傅明轩让他爸撤了资 紧接着 几个订单量较大的公司 也纷纷取消了合作 我爸工厂里压了一堆货 一再降低成本 可就是卖不出去 这一年 正好我爸想要大干一番 几乎堵上了所有的家当 他一夜白了头 人都像老了十岁 我心疼我爸 安慰他 爸 没事 都没了 咱们就重头再来 再白手起家 可得到的都失去 哪有说说那么容易 货乱在手里 一时发不出工资 工人们聚众堵在我家门口 威胁 恐吓 他们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付他们的工资 我们只能卖掉房子 和所有值钱的东西 我爸沉着冷静地处理着一切 一切都妥当之后 他从三十层高楼 一跃而下 傅明轩逼死了我爸 还不够 他几个月后又找到我 一张银行卡甩到我脸上 他语气里满是轻蔑 省一番 给你一百万 拿了钱就滚蛋 别再联系一堂学姐 拿钱侮辱人的那一套 傅明轩一向拿手 我连看都不看一眼 直接开口拒绝 我不需要你可怜 傅明轩却吃笑出来 怎么 你真要给那个老太太捐肾 他嘴里的老太太 是宋一堂的妈妈 我爸去世没多久 阿姨确诊了肾脏衰竭 需要进行肾移植 我主动去配行 没想到一下子就匹配成功 宋一堂担心我 问我愿不愿意换肾 如果我不愿意 他不会抢求 可我知道 找到一个匹配的肾有多难 阿姨人好 对我也不错 我不想他死 也不想宋一堂难过 我把宋一堂揽进怀里 摸着他的头安慰道 乙堂 为了你 我做什么都愿意 我坚定地点头 可傅明轩嘴角讥讽的笑容更大 他用手点了点我额头 像是在嘲笑我的自不量力 换一个肾 你知不知道多少钱 后续治疗 你又知不知道多少钱 听说你妈现在跟个傻子似的 怎么 她要费什么都不花钱 一字一句 压在我身上 我几乎是要喘不过气 我生气 气负明轩的挑衅 也气自己 气自己 实在没有能力 傅明轩说的话虽然难听 但确实是我的现实 我空有一腔热血 但是根本付不了阿姨 或我妈的医药费 她又笑着向我承诺 十项点就赶紧和乙堂学姐断干净 她跟着我不比跟着 你这个窝囊废墙 只要你离开她 我就安排她妈的换肾手术 后续治疗 也全都是最好的待遇 这一百万买你一个肾 不亏吧 我心中天人交战 我不想和宋义堂分开 如果可以 我想和她一辈子在一起 给她一个温馨幸福的家 可现实不允许我这样 如果我坚持 宋义堂会和我吃很久的苦 爱一个人 怎么会愿意她 跟着自己受苦受累 可现实不允许我这样 如果我坚持 宋义堂会和我吃很久的苦 爱一个人 怎么会愿意她 跟着自己受苦受累 我心中尽是苦涩 最后 我弯下腰 捡起地上那张银行卡 同我一起弯下的 还有我不值钱的尊严 我说 好 我答应你 思绪回笼 我冲到傅明轩面前 攥起拳头 往她脸上砸 可拳头 穿透她的身体 我的心是痛的 她却什么事都没有 我恨 我恨 她走过去 轻易的篓上宋义堂的腰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堂堂 和她们有什么可说的 和沈亿凡一样 都是健重 宋义堂也冷哼 确实 她但凡有点良心 都不会让妹妹和妈妈 在外面像狗似的被欺负 在我面前装得那么好 结果就是个没骨气的孬肿 这种人活着也是浪费 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 宋义堂的话 让我一点点冷下去 我只觉得 浑身都像是被抽空了力气 我知道 她该恨我 可亲耳听到她这么说我 我只觉得 心碎成了一片一片 痛 我好痛 两人骂完我 转身就要走 可沈志毅 最听不得别人诋毁我 她通红着眼眶 话里满是崩溃与愤怒 宋义堂 我哥给你妈捐完肾 几天后就被人捅死了 她确实死了 已经走七年了 这下你满意了吗 宋义堂的身子 将在车门前 她差一地回头 去看沈志毅 你说什么 沈亿翻给我妈 没等她说完 傅明轩几乎是强硬地 把她拉进车里 你听她瞎说什么 跟这种人别浪费时间 沈志毅在一旁崩溃地哭起来 泪水决堤 妈妈连忙去给她擦眼泪 我也想去看看她 可刚迈出步子 浑身就突然动弹不得 汽车启动后 一股无形的力量 拉着我和宋义堂 他们一起走 志毅 妈 我使出全身所有的力气 跑向沈志毅和妈妈 可一切都是无用功 我被牢牢抓住 只能徘徊在宋义堂周围 我的心如同一潭死水 死后我成了孤魂 虽然常觉得孤独和痛苦 但能以这样一种方式 陪在妈妈和沈志毅身边 我有时也觉得 可能这是老天爷对我的怜悯 可如今 宋义堂出现 我无法陪在家人身边 还要看她和傅明轩 对我极尽嘲讽 这样的话 我还不如消失 我无力地飘在车里 视线描摸着宋义堂的脸 可她现在 脸色实在说不上好看 明轩 你确定当时沈一帆没给我妈捐身 宋义堂的话 让我一愣 紧接着 傅明轩的回答 更是出乎我的意料 当然 不然你妈不会死堂堂 你不会是信了那个贱人的话吧 什么叫做我没有捐身 阿姨已经死了 我愣在原地好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他们话里的意思 我咬紧牙 双手钻成拳 傅明轩她骗了我 也骗了宋义堂 时至今日 我都忘不了 没了一颗肾后 身体空落落的感觉 为了不让宋义堂难过 我骗她我不想军肾 可是到了该手术的时间 我还是联系傅明轩 让她抓紧换身的手术 傅明轩她明明答应过我 她会给阿姨安排最好的待遇 可是阿姨怎么会死 我身体里 陡然生起一股怒意 如烈火般 想要把我吞噬 怪不得 怪不得宋义堂 对我和我的家人这般的狠 原来在我死后的这七年 她一直将我看作 间接害死她妈妈的杀人凶手 横登在我俩之间的 不只是四年突然破裂的感情 还有一条人命 我忍不住想要祈求宋义堂 再问问 再问问傅明轩 我妹妹不可能撒谎 再问一问 说不定傅明轩会露出一些破绽 可宋义堂听了 并没有再追问 她此刻卸下女强人的面具 疲惫地依偎进她怀里 才没有 我只是确认一下 沈之意什么德行 我还不知道吗 宋义堂的一番话 让我失去跳动的心脏泛气 密密麻麻的疼 义堂 之意是什么德行 她多坚强多好的小姑娘啊 家里破产 没法供她出国深造 她不哭也不闹 红着眼出去找工作 我死了 妈妈吃傻没人管 她带着妈妈一起去上班 因为妈妈 她被辞退 小姑娘也是一滴眼泪 没掉 转头就开始摆摊卖东西 义堂 沈之意是我的妹妹 我给阿姨捐肾 替你挡下坏人的刀 我不求你念我的好 可你为什么 要这么说我妹妹 我眼里留下两行青泪 只觉得心如死灰 一进门 傅明轩就搂住宋义堂 低头吻了上去 唇齿娇缠的声音传来 我觉得屈辱又羞愤 我捐了一颗肾 宋义堂却足足恨了我七年 傅明轩骗了她 却能和她在一起 浓情蜜意放肆地倾她 老天爷 你怎么如此不够 我看见傅明轩的手 伸进了宋义堂的衣服 她一阵摸 呼吸也越来越重 房间里的气温节节攀升 可这时 宋义堂却把她推开 她看起来有些不在状态 眉头有话不开的烦闷 她捏捏眉心 向傅明轩道歉 算了明轩 今天我没有心情 傅明轩脸色有些许不悦 但她没有再进行下一步的动作 而是温柔地 把宋义堂搂进怀里 怎么了堂堂 在想什么 宋义堂看起来很疲惫 她目着脸 像是在回忆今天的事情 没什么 我只是觉得 只是觉得沈一帆居然死了七年 我很惊讶 她的话里 听不出任何惋惜可怜的意味 我落寞地低下头 相爱四年 如今我的死讯 对于宋义堂来说 不过是一个无关痛痒的消息 我也没有错过 听到我名字时 傅明轩眼里闪过的凶狠和不耐 她将宋义堂楼井 和她脸贴脸 堂堂 你别忘了 他们当时是怎么对你的 宋义堂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忘 因为我也忘不了 她将宋义堂楼井 和她脸贴脸 堂堂 你别忘了 他们当时是怎么对你的 宋义堂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忘 因为我也忘不了 收了傅明轩的钱 给我妈交完药费后 我把沈志义叫过来 和她说了所有的事情 沈志义满脸心疼地看我 几乎要哭出来 哥 你和义堂姐在一起好几年 你怎么会舍得 我舍不得 我当然舍不得 可如果我不让她死心 宋义堂得跟我一起吃好久的苦 我们两家都不算富裕 如今阿姨患肾 我妈吃傻 情况更是难上加难 我头一次在沈志义面前掉眼泪 我哭着求她 志义 你就帮哥哥一把 你赔哥哥演演戏 沈志义也哭了出来 她眼里滚出痘大的泪 哥 你这样在义堂姐那里 就成了坏人 可你明明什么都没做错 但她拗不过我 最后也还是答应了下来 于是那天沈志义下班回来 推开门最先看见的 就是我抱着陌生女人 轻地望我的样子 她的嘴唇颤抖 声音也立刻哽咽 一番 一番 你在干什么 陌生女人叫做阿娇 我专门花钱过来她陪我演戏 见到门被推开 她很配合地窝进我怀里 手抚上我的胸膛 脸上尽是嘲笑与得意 范哥 你女朋友来了 那咱们还记不继续啊 我的手搂上她的肩膀 完全没有被发现的手足无措 我先是调笑地哄阿娇 继续 当然要继续 哥哥我还没泄火 又抬眼不耐烦地去看宋义堂 责了一声 今天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宋义堂像是听不见我说话 她咬牙切齿地 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题 一番 你在干什么 我瞬间冷了脸 语气更重道 干什么 玩女人呗 你那么无趣 我就不能玩我外面的女人 怎么 你现在胆子大了 敢管我了是吗 我以为她会上来打我一个耳光 可没有 她只是正正地看着我 眼里蓄满泪 我忍下心痛 不得不再添一把火 看什么看 你就这么愿意看老子 和别的女人亲热 我扭过阿娇的脸 又对着嘴亲下去 手还伸进了她衣服里 想要把她衣服脱下来 我心里祈求着宋乙堂快点走 再不走 我真的没办法再演下去 老天爷终于帮了我一次 宋乙堂把手上的东西摔到地上 红味眼眶 哭着跑了出去 等她走远 我的手迅速从阿娇的衣服里拿了出来 阿娇却意犹未尽地拉住我的手 眼神撕拉撕一般看我 沈哥 我看你长得也不错 要不然咱们今晚假戏真做得了 话说完 她的手就滑向我裤子 上来就要截我的裤腰带 我下意识拍开她的手 在她不可置信的目光下 我从沙发缝里拿出钱 将十张红钞票递给她 你走吧 沈哥 走啊 我没了耐心 语气不耐烦地打断她 将一肚子的委屈和难过 统统都吼了出来 臭男人 也不知道眼给谁看呢 阿娇拿了钱 翻了个白眼 气冲冲地走出去 离开的时候 还把门摔得震天响 我身体一下子失了力气 瘫坐在沙发上 只觉得良意从脚底升起 我伤了宋一堂的心 我真不是个男人 想起宋一堂和我之前的点点滴滴 我再也忍不住 放声哭了出来 哭声回荡在房间里 一声比一声痛心 我知道 宋一堂爱我胜过爱自己 宋一堂也知道 我沈一帆 不是使乱中气的人 绝不可能会这么轻易背叛他 我俩对彼此实在太了解 因为了解 所以我知道怎么做 才能让他彻底地死心 如我想的那样 第二天 宋一堂就想找我谈谈 他没在家里看到我 就跑到沈志懿家里 房间的门虚掩着 我早就注意到他的影子 我和沈志懿眼神示意 他一脸不忍 可还是开口 哥 你真打算给那个贱女人的妈妈捐肾 爸爸死得早 妈妈也是累赘 真烦 我不屑地笑出声 当然不可能 我就是要等最后一刻反悔 这样他们 找不到合适的配型 错过最佳的手术时间 他妈就活不成了 真想要老子一颗肾 做梦 就是就是 能成为咱们家二媳妇 就已经是祖坟冒清烟了 居然还想 让你给他妈捐肾 那一天 我们俩几乎是使出浑身解数 骂出最难听的话 阿姨是宋一堂唯一的亲人 她的爸爸酗酒成性 一喝多 就会打她和阿姨 每次拳头落下来的时候 是阿姨紧抱着她 咬着牙承受一切 用身子护着小小的她 后来 许是老天开眼 她爸去参加聚会 竟然喝死在了酒桌上 两人这才逃出那个 满是痛苦回忆的地方 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直相互扶持着 走到现在 宋一堂和我说 如果没了我妈 我估计都活不到今天 妈妈就是我的命 可如今 我和沈志毅一字一句 全是伤害人的话 没过多久 宋一堂的影子消失了 她大概是哭着走的吧 我眼眶发酸 只觉得嗓子像是被什么堵住 闷闷的 根本呼吸不上来 沈志毅忍不住哭出来 一堂姐听到这些话 她得多难受啊 我无力地低下头 不得不让她难受 不然她会难受一辈子 大概宋一堂也想起了那些 曾让她痛苦的往事 她一瞬清醒过来 话里 连最后一丝体面都不留给我 没忘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 他们都是畜生 就该一起去死 傅明轩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又朝宋一堂脸上亲了一口 过几天 咱们结婚三周年纪念日 我给你买了几个新款包 最近公司事情忙 这段时间可能都不能陪你了 她讨好的笑 老婆大人 你不会怪我吧 我敏锐地捕捉到那个词 结婚三周年纪念日 原来宋一堂和傅明轩 三年前就结了婚 那又是什么时候开始谈的恋爱呢 一年 两年 还是和我一样 也谈了四年 我不敢去想 在我未知的这七年中 傅明轩是如何一步步走进宋一堂的心里 如何相处 如何相爱 如何让她忘记我 忘记我们四年的感情 我只觉得 我心中翻涌起无穷无尽的苦涩 我曾经无数次想过 我和宋一堂结婚的场景 也想过婚后如蜜田的生活 却不想 一切都如泡沫破碎 反倒是傅明轩的挑衅成了真 她真的成了她老婆 傅明轩态度这般好 体贴如宋一堂 当然不会怪她 她靠在她身上 软着语气撒娇 那等你这段时间忙完 你一定要补回来 傅明轩连声应下 我悬在上空 心死地 看他们浓情蜜意的样子 可能这样也挺好的 至少 宋一堂是幸福的 宋一堂向来是注重仪式感的人 我俩还在一起的时候 她就喜欢送我各种各样的小礼物 当时她没什么钱 却也不愿意 要我给她发的红包和转账 为了给我过生日买生日礼物 她去找了好几份兼职 连轴转忙活了一个月 才凑齐钱给我买了个Switch 如今 她早早起床洗漱 开车来到了迪奥定制西装的店里 想必 是为了 她和傅明轩的结婚纪念日礼物 我眼尾搭拉着 无精打采地跟着她进了店 一进去 员工就热情地迎上来 宋小姐 你四个月前定制的西装已经做好了 请这边来 验收一下成品 那件西装看起来确实与众不同 深灰色 版型挺刮 面料的舒适度和光泽感 肉眼可见 我有钱的时候没有穿过西装 没钱的时候 为了找工作 在网上花五十块钱买了一套 那套西装面料廉价 毫无版型可言 穿在我身上 只是为我失败的人生添了黯淡的一笔 员工替她将西装装进精美的包装盒里 宋一堂拿过来的时候 嘴上始终戴着淡淡却幸福地笑 从前的时候 她这样的笑容只属于我 现在 她脑海里是不是在想 傅明轩穿上这身西装 该是怎样的英俊潇洒 我的心顿顿地疼 我朝镜子里看过去 我明明就站在宋一堂身后 可镜子里 只有她一个人的身影 宋一堂拿了西装想走 一转身 表情突然僵住 我忍不住寻着她的视线看过去 是阿娇 老天爷大概真的很会作弄人 宋一堂刚回来不久 居然就接二连三的 遇到了我们这些 她可能一辈子都不想再看见的人 阿娇与七年前相比 多了几丝成熟女人的韵味 她穿着包囤裙 讨好地挽住旁边秃头的男人 甜腻腻地朝她撒着娇 哎呀老公 这个看起来就很适合你 版型好看 颜色也显年轻 多嘛 她话没说完 也撇到了旁边的宋一堂 她应该是打算装没看见 视线很快就移开 笑了笑就继续撒娇 可宋一堂不打算这样 她把带子放到旁边 双手还胸 拔高了声音叫住阿娇 这不是老熟人吗 怎么 几年不见 什么都吃得下了 她话里的嘲讽不言而喻 阿娇身边的男人头上一片反光 脖子上还显白似的 挂了的大粗金链子 她眼睛色眯眯地打量起宋一堂 好奇地问阿娇 怎么 她是你小姐妹 不认识 认错了人吧 这是 阿娇拽着男人要走 却被宋一堂拦住 这个不会也是个有老婆的主吧 男人颇有些惊讶 几乎是喊出来 她怎么知道我有老婆 声音可大 引得店里好多人看她 戏血打量的眼神 也落在阿娇身上 她红了脸 抿了抿嘴 先是皱着眉头骂了句 看什么看 再看就扣你眼珠子 然后咬牙切齿地看宋一堂 宋一堂 你不要脸我还要 七年前的事情 没必要再提了吧 宋一堂却不吃这一套 她嘴边带着讥讽的笑 勾引男人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要脸 怎么 敢做不敢当 男人这才明白过来些什么 她鼻子大气一出 拽起阿娇的胳膊 粗声问道 阿娇 她这是什么意思 你之前也干过这种事 你不是说我是特别的吗 场面变得混乱起来 男人凶狠地抓着阿娇的手 宋一堂则在旁边一脸兴师问罪的样子 画面看起来颇有些正宫来抓小三的样子 周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还对着阿娇指指点点 她的脸一阵红一阵绿 下嘴唇几乎要被咬出血 等到人们讨论的声音越来越大 她突然甩开男人的手 奸声道 我们那天什么都没干 她给我一千块钱 只是说让我配合她演演戏 她说只要让你死心就行 你个贱人 自己没魅力 还怪别人 阿娇的话 像是烫到了宋一堂的神经 她身形一晃 险些站不稳 她上前一步 紧紧盯着阿娇的脸 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配合她演戏 而后又不相信似的摇摇头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她给你一千块什么都不敢 我无声地叹息 我在宋一堂心中 到底是多差的形象 如今 阿娇告诉她事实 她却仍然不肯相信 阿娇吃笑出来 我也想知道 一千块钱可够干全套的了她 就是不继续 她上下打量着宋一堂 眼里满是嘲笑 她跟你到底多大仇 居然要用这种手段离开你 不 我和你不是有仇 我是因为爱你阿一堂 我飘到宋一堂旁边 想为自己争辩几句 可她听不见 脸上反倒湿了血色 呆愣不久 她拿起袋子 慌忙跑了出去 大概宋一堂意识到了些许不对 先是沈志义的话 再是阿娇对当年一事的否认 她看起来 有点心神不宁 回来之后 她拧着眉头 一边咬大拇指 一边在客厅里来回踱步 这是宋一堂感到慌张的表现 我悬在旁边 看她来回走 心里总是忍不住想 如果宋一堂得知全部的真相 她会不会为我感到一点难过 不一会儿 她像是下定什么决心一般拿出手机 我没想到过了七年 宋一堂居然还留着沈志义的电话号码 她眨眨眼 按下打电话的案件 她给志义打电话干什么 我没能等来答案 因为刚接通 电话就一下子被挂断 宋一堂不死心 又打过去 结果这次 她直接被沈志义拉黑 宋一堂焦躁地把手机扔到一边 我听见她口中喃喃道 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沈一番到底瞒着我些什么 我还没让她给我磕头道歉 她怎么就死了 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我不禁苦笑 大概这七年 宋一堂一直在等着这一天 等着我贵妇在她脚边 向她磕头 向她道歉 眼泪鼻涕一起 求她原谅我的所作所为 可我就是死了呀 一堂 害死你妈妈的人 也不是我 我正正地看着宋一堂 心如刀脚 一阵顿痛 沈志义不接宋一堂的电话 她看起来很烦躁 可过了几分钟 她又像突然想起来什么一样 把手机拿回来 装进兜里 她穿上衣服和鞋 又进了车 我的灵魂 跟着宋一堂一起走 一堂这是要去哪 她一路把车开得飞快 紧抿着双唇 脸上满是不安 我的疑惑 很快就有了答案 宋一堂开去了江山医院 这是本市最有名的三甲医院 也是当年她妈妈患肾的地方 到了医院 她一路直走 上到三楼 左拐再右拐 就到了陆医生的诊室 我和宋一堂 对这条路都很熟悉 七年了 我们谁都没忘 我们就在这个诊室里 得到阿姨肾衰竭的消息 也准备阿姨患肾的事情 陆医生是阿姨的主治医师 七年过去 她脸上明显添了岁月的痕迹 宋一堂闯进去的时候 她正在看一张五岁女孩的照片 看到宋一堂 她放下照片 脸上明显闪过了慌乱 沈小姐 怎么 最近这是从国外回来了 我这才知道 七年里为什么我再也没见过宋一堂 原来她去了国外 想必也是傅明轩的授意 宋一堂与她寒暄几句后 直接就切入了正题 她直白地发问 陆医生 我想知道 当初沈一帆到底捐没捐身 我不知道宋一堂 什么这么执着于这个问题 是我捐的能怎么样 不是我捐的又能怎么样 我和阿姨都已经死了 人死 再也不能复生 陆医生似是早就猜到宋一堂会这么问 她竟然看起来有些心虚 甚至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她孽如道 捐 捐了 宋一堂脸色一变 紧接着问 那为什么当年我妈会死 陆医生如遭雷击 她的脸色煞白 像是突然清醒过来 她眼神四处乱飘 捐是捐了 但手术没成功 对 手术没成功 然后她叹口气 沈小姐 实在不好意思 目前医疗水平也有限 我们不能保证百分百的成功率 陆医生的眼睛实在不算好 她连我都糊弄不了 更别说宋一堂 宋一堂眼睛直勾勾地审视着她 似是在斟酌她 这番话的可信度 僵持好一会儿 外面突然有护士来敲门 陆医生 到张先生的看病时间了 像是得救一样 陆医生解脱般松口气 她抹了把脸上的汗 讨好的陪笑 宋小姐 你看 没明说 但是宋客的意思不言而喻 宋一堂没在纠缠 只是眼神审视着陆医生 看得我都发毛 陆医生冷汗沉沉 眼看着就要笑都笑不出来 出来的时候 宋一堂脸色很不好看 甚至没了些血色 她两只手绞在一起 神思非离 我理解她为什么会这样 她一直把当初妈妈的死 怪罪在我的身上 日子过了七年 她也恨了我七年 可如今 先是沈志毅告诉她 我死了的消息 接着是阿娇和陆医生的话 更重要的是 傅明轩撒谎骗了她 我想 傅明轩当年应该没少诋毁过我 不然怎么会说谎话都不会脸红 她实在该死 接下来几天 傅明轩一直没回来 宋一堂给傅明轩打了有几十个电话 可她都没接 只是短信回复 老婆乖 这段时间我忙完就回来 我是个男人 也最懂男人 再忙 也不可能忙到没时间回个电话 我的心里 不禁有了些许猜疑 可宋一堂 却没有往别的地方想 因为 她有更想赶紧弄明白的事情 她专门请了假 天天去找陆医生 问当时治疗的事情 她不停地去确认 当时我到底捐没捐肾 还有她妈真实的死亡原因 因为她知道 陆医生说了谎 肯定有什么 在瞒着她 可陆医生仍是那套说辞 宋小姐 你还要我说几遍 沈先生捐了肾 只是手术失败 所以患者才去世 宋一堂也没了耐心 她的眼神凌厉 像刀刺向陆医生 可当时 你明明说没有人捐肾 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机会 陆医生心虚 说话都结巴 宋小姐 是你听错了 她又急着赶她出去 宋一堂拧着眉头 撇到陆医生桌子上 小女孩的照片 与其更不好 你也是当爸爸的人了 也不知道给孩子 树立个好榜样 上梁不正下梁歪 我劝你积德 她的话似乎刺到了陆医生的痛处 她的脸上闪过一抹悲痛 而后态度更恶劣道 宋小姐 慢走不送 宋一堂冷着脸出来 浑身都散发着摄人的寒意 她捏捏眉心 似视为陆医生的固执 烦躁不已 她从口袋里抽出烟盒 细长的手指加了根烟 拿出打火机 熟练地刚想点燃 却又立马停住了手里的动作 妈的 忘了医院不让抽烟 我不知道她宋一堂什么时候学会的抽烟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学会骂脏话 大带阿姨去世 给了她挺大的打击 现在的宋一堂 与我记忆里 温柔单纯的模样 相去甚远 宋一堂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突然 她像是被什么吸引了注意 眼神被勾过去 我也顺着她的视线看 该说世界真小吗 竟然是沈志懿和妈妈 妈 我没想到 几人会在这里碰上 我急忙飘到妈妈和沈志懿旁边 看了她妈妈 又心疼地去看沈志懿受伤的手 上面缠了好几圈绷带 沈志懿看不见我 却也一下子看见了宋一堂 她的脸色一白 拉起妈妈的手就要走 宋一堂冲到面前 一把拦住了他们 妈妈最先叫出来 堂堂 是堂堂 只是 这次不是惊喜 而是本能的害怕 沈志懿拉住妈妈的手 一脸防备的样子 宋一堂 怎么 这次又要 上赶着来羞辱我们是吗 她的眼神 简直叫我心疼 我从未想过 我的妹妹和我的爱人再见面 会是如此剑板弩张的样子 宋一堂没有像上次那样蛮横无礼 她满脸都是疑惑 甚至带了些祈求 她尖色地开口 沈志懿 你能不能告诉我真相 当初 到底是怎么回事 沈志懿面上浮现痛苦的神色 我看她急于张口 却还是别过了脸 宋一堂 你别在这装什么受害者 反正 我哥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换完肾之后 我就嘱咐过沈志懿 让她千万不要把这些事情告诉宋一堂 一是因为 我怕她又回来找我 耽误阿姨的后续治疗 二是 既然已经决定分开 那就再也不要有谁亏欠谁 毕竟 我还收了那一百万 给妈妈留作医药费 如今 沈志懿当然不会轻易说出真相 她拉起妈妈的手 走出医院 可没想到 宋一堂静一路跟到家 你回去吧 你知道了真相 又能怎么样 我哥已经死了 你就非要脚都不安胜 我妹抵着门 不让宋一堂进来 可宋一堂比他力气大上几分 稍用全力 就闯了进去 沈志懿 你就告诉我 宋一堂几乎是吼出来 你知不知道 当年我多想死 我当时听到你们的谈话 都想一头撞死在你家 我想了七年 七年 七年我都想不明白 当时你们 为什么要那么对我 她痛苦地捂住脸 我有段时间根本睡不着 一闭眼就是 就是你哥抱着另一个女人亲 我从来没有想过 宋一堂也会这么痛苦 我自以为英勇地自我牺牲 原来对别人来说 也是一种折磨 我浑身站立地靠近宋一堂 伸手想摸摸她的头 可手穿透过去 我再一次无能为力 沈志懿大概没想过 宋一堂会这么说 她正在原地 紧紧咬着下嘴唇 妈妈走过来 牵住她的手 知意 知意别难过 她的眼神看向宋一堂 下意识地浑身发抖 而后赶忙躲到沈志懿身后 嘴里说道 堂堂 堂堂不喜欢我 宋一堂艰难得咽咽嗓子 沈志懿护住妈妈 侧过身 示意她进来 既然你想知道 我就都告诉你 她的脸上 带着一种报复式的决绝 我当下就知道 她想干什么 志懿 不要告诉我 我痛苦地摇头 下意识地想要拒绝 我们几个都是苦命人 既然已经过去 没必要就是重提 可我知道志懿的想法 她想报复 报复宋一堂那日 所做过的一切 当时宋一堂无法原谅我 现在沈志懿 也无法原谅她 因为 她最心疼我 我什么都没做错 又牺牲这么多 宋一堂却对我极尽羞辱 她知道 如果宋一堂知道了真相 绝对会痛不欲生 这就是她想要的 沈志懿把妈妈哄去睡觉后 将她知道的所有事情 都告诉了宋一堂 爸爸为什么破产 我为什么性情大变 那日 我们俩关于换肾的谈话 还有最后我去换肾 过几天后 被人捅死的事情 她几乎是越讲越激动 脸上带着痛苦 却倡议的表情 我哥死后的七年 我天天都在想 如果不是你 我们一家都不会变成这样 可我哥爱你 所以他心甘情愿 为你做这一切 你呢 你跟了别人 七年来对我哥不闻不问 当时我们两个确实不对 说了那么难听的话 可我们没做伤害你的事情 我当时觉得对不起你 可你却变本加厉地欺负我们 我妈她做错了什么 她对这个一点不知情 宋一堂 你没有心 这七年 我和妈妈不好过 现在你也别想好过 我要你和我一样痛苦 说到最后 沈志义情绪完全崩溃 她面容痛苦地扭曲 一张脸涨红 眼泪几乎是绝低一般 她难受 我也难受 就是重提 当时的痛苦翻天覆地的袭来 身体上 心理上 几乎是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以为七年足够抹平一切 可这些苦 这些难过 根本抹不掉 知道了真相的宋一堂 胸口剧烈起伏 她大口的深呼吸 像是一时消化不了这些东西 她很快眼里就蓄了泪 嘴巴颤抖 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沈志义抹了泪 一脸憎恨地看她 当时我答应我哥 要替她保密 不把这些事情告诉你 可她为了你做了那么多事情 凭什么还要被你和那个傅明轩污蔑 你们都该下地狱 你们都该下地狱 她又大力拽起宋一堂的胳膊 将呆愣的她 拖到了我之前的卧室 这些都是我哥之前 想要送给你的东西 你都拿走 我想要送给宋一堂的东西 是我亲自画的52幅画 从第一天和她在一起开始 我就想送她一些 既有新意 又可以留作纪念的礼物 我是美术生 我想 没什么比自己画的画更合适 我用画笔 记录下了每一次 和她珍贵的记忆 刚在一起 满脸羞涩的宋一堂 收到我的生日礼物 开心的手舞足蹈的宋一堂 给我亲自织毛衣的宋一堂 去游乐园 被过山车吓哭的宋一堂 和我一起 吃泡面的宋一堂 整整52章 里面成着我们最珍贵的回忆 也成着我 对她汹涌的爱意 每一道笔触 都饱含我对她诚挚的爱情 我每次画完 都忍不住在脑海里 想象她最终收到这些化石的反应 我设想了无数种可能 却唯独想象不到现在 宋一堂下意识地捂住嘴 无助地去看每一幅画 每一幅的右下角 我都写着此生至爱 她亮亮呛呛地进我的卧室 最后跌倒在最中间的那幅画面前 那是最后一幅画 我并没有画完 当时我已经被生活伤害的千疮百孔 于是我在脑海里想象 画出了我和宋一堂结婚的场景 我穿着鼻挺的黑色西装 她穿着华丽的白色婚纱 我们站在人群面前亲吻 接受众人的祝福 可我到底是 没能等到这一刻 如今物是人非 我成了一缕残魂 她成了傅明轩的老婆 我们站在人群面前亲吻 接受众人的祝福 可我到底是 没能等到这一刻 如今物是人非 我成了一缕残魂 她成了傅明轩的老婆 我们阴阳相隔 中间也横跟着很多东西 我的脸上一片温热 已经记不清 这是第几次流泪 成了傅明轩的老婆 我们阴阳相隔 中间也横跟着很多东西 我的脸上一片温热 已经记不清 这是第几次流泪 宋义堂盯着那幅画 看了许久 她的双手无力地垂在两侧 看起来毫无生气 像是再也承受不住一般 她崩溃得嚎啕大哭起来 一帆 对不起 一帆 我对不起你 我不知道原来 原来一切都是 为了我 她一声接一声地叫我的名字 折磨她 也折磨我 沈志义不再管她 回了房间 我坐到宋义堂旁边 沉默地看她 义堂 回去吧 别再哭了 你看 为什么非要问个明白呢 知道真相 我不能复生 你也要痛苦好久 就这样糊涂地继续接下去的生活 不好吗 宋义堂哭完之后 把每幅画都拿下来 她手里 拿着那52幅画 沉默着离开了我家 回到家后 她把那些画摊开放在床上 一遍又一遍地去看 她又无声哭起来 眼泪擦了又掉 然后我听见她自言自语道 一番 你等着 我会去找傅明轩问得清楚 也会找到杀害你的凶手 第二天 宋义堂又给傅明轩打过去很多电话 电话再次被挂断 她带着信子编辑短信 等你回来 我们谈谈 而后又开始在手机上 不断地去找我当时去世的新闻 我想叫她 别白费功夫 可宋义堂根本听不到 我只能飘在附近干着急 当时我的死 也算全程轰动 尸体被发现在工厂里 人们发现我的时候 我全身都散发着臭味 一群苍蝇嗡嗡地围着我飞 死状实在不算好看 记者们对我的死大肆报道 说江城出现了杀人魔 心狠手辣 专挑单身的人下手 他们夸大其词 无所不用其极 渲染杀人魔的恐怖 为了证明这一点 他们甚至给我拍了特写 后来上面来了警告 这才给我的脸打了些马赛克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的生命终止在了23岁 可唯独我最爱的女人不知道 估计那个时候 她已经和傅明轩 踏上了去往另一个国度的旅程 宋义堂看着一条条新闻 呼吸都变得急促 面上浮现出惊恐且痛苦的表情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其实义堂对于我的死 也会有一点点难过呢 她不断打电话 去联系当时附近的人 还有此后播报事件的记者 可已经过去了七年 我一个普通上班族的死 死得再惨烈 在他们的记忆里 也停留不了多久 打过去的电话 没有一个能提供有用的信息 正当宋义堂叹气的时候 陆医生打来了电话 这不是很常见的情况 更别说 上一次见面 她和宋义堂闹得很不愉快 我也凑上前去听 电话 另一头的陆医生 语气里带着忏悔 宋小姐 我打电话来 是想告诉你当年的真相 我想 你说得对 我也是个爸爸 总得为女儿做点表率 陆医生的女儿 死于一场医学事故 主治医师操作不当 出现了本可以避免的问题 最后竟然让五岁的小女孩 死在了手术台上 这是她心中的痛 所以她不敢看见宋义堂 因为她自己 也配合着傅明轩 伪造了一场医学事故 就是她妈妈的患肾手术 当时我确实提供了肾不假 可傅明轩花了高价钱 让她不要给阿姨做手术 还要她转告宋义堂 说是因为没有合适的肾行 错过了手术的最佳时机 她当时缺钱 昧了良心 害了一条人命 可陆医生做不到完全不在乎 她经常会在梦里 梦见阿姨身子上满是血 五脏外露地来找她索命 有时候还会梦见宋义堂 掐着她的脖子 要她还她妈妈 所以 后来宋义堂来找她 她不小心说了 我军胜的真相 可她实在怕事情败露 所以反应过来后 又说手术没有成功 可其实 本可以成功 阿姨本可以活下来 宋义堂听见这话时 手机一下子脱手摔到了地上 傅明轩不仅撒了谎 骗她我没有军神 甚至 她才是害死宋义堂妈妈的背后真凶 原定冒长治线了作夫整机之气 且挂电话的傅明轩竟然来了电话 宋义堂赶忙接过电话 傅明轩 你在哪 我要和你谈谈 对面传来的 却是陌生女人 害怕无助的声音 宋小姐 宋小姐 求你来救救我们 宋义堂正愣住 她把手机放到眼前 又确认了一下手机号 明明是傅明轩的无疑 我的心中 生起了不好的预感 那头一直在求救 给宋义堂报了一个别墅的地址 还哭喊着嘱咐宋义堂 千万不要报警 不然 她和傅明轩都会没面 听到这里 我已经有所预感 我急忙想要拦住宋义堂 让她不要去 义堂 不要去 你会没命的 可宋义堂听不见 她思索了一会儿 很快就穿了衣服 开车去那个别墅 我着急的团团转 只觉得 灵魂似是要被撕碎 如果 如果我没有猜错 我的思绪在宋义堂 打开别墅二楼房间门的那一 瞬间断开 房间里 一个女人光着身子 被锁在床头 身上只为了一条浴巾 她嘴里被塞了一块抹布 呜呜呜呜说不出话 在床的另一侧 傅明轩被另一个男人用刀 抵住脖子 我浑身血液都在倒流 那日被刀一下一下刺中身子的痛感 突然向我袭来 宋义堂是我的初恋 可我是她的第二个男朋友 在我之前 她在大一上学期 谈了一个同专业的学长贵振东 贵振东对外风评很不错 是人人尊敬的学长 可宋义堂和她很快就分手 因为她总怀疑 宋义堂和别的男人有不正当关系 总是以死威胁她 让她不许和她分手 刚开始 宋义堂被吓得不敢分 可贵振东 竟然得寸进尺 揪着各种由头和她吵架 她不去哄她 她就闹着退学和自杀 最后 宋义堂受不了 终于在一次争吵中 甩掉了贵振东 宋义堂和我说完这些事之后 我刚开始很紧张 总担心贵振东 会来找宋义堂要他的命 毕竟现在很多人性格太极端 得不到的就要毁掉 那段时间 我拼命健身 已被不时之需 可后来 贵振东不仅没有自杀 也没有来打扰我们的生活 我渐渐放松了警惕 直到那一天 我做完换肾手术后 身体出现比较大的反应 就在医院里多住了几天 出院后 我还是忍不住去找宋义堂 我提前去了她家楼下 没看见她 却看见了拿刀的贵振东 我一瞬间 就感知到了危险 她也认出了我 如灵大敌一般 拿着刀就向我跑过来 我拼尽全力地跑 引着她 去了不远处的一个废弃工厂 到了那 我没了力气 贵振东却仍然兴奋 然后 我被石头绊倒在地上 贵振东抓到了机会 来到我面前 举起刀 脸上凝笑着 杀了你 义堂就又是我的了 刀刺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只觉得五脏六腑都挤在一起 疼 实在是太疼了 贵振东嘴里 骂得阵阵有词 畜生 畜生 都是你拐走了义堂 都是你 一刀一刀 扎在我身体各处 疼痛 让我急于晕厥 却又让我瞬间恢复清醒 我被折磨得 发出政治哀嚎 可地方太偏 根本没有人听到 我没了气 灵魂脱离出身体 我看见我当时的死状 浑身都是血 整张脸都因痛苦而扭曲 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把沾满血的刀 如今 他被抵在傅明轩的脖子上 差一点点 就会要了这个人的命 宋义堂再见到贵振东的那一刻 脸立即失了血色 贵振东却露出怀念式的表情 义堂 咱们好久不见 傅明轩脸上满是冷汗 他咬紧牙关 喊宋义堂 宋义堂 这个人和你什么关系 宋义堂没回话 他看了眼傅明轩 又看了眼旁边只为这郁金的女人 眼里竟是不可置信 与满满的失望 我几乎是一瞬就了然 前几天 傅明轩还和他说 公司里事情多 忙不过来 会没办法陪他 甚至缺席了两人的结婚纪念日 可实际上 他却是在和另一个女人 整日快活 傅明轩就是个混蛋 贵震动也懂他的意思 笑得恶劣 你看吧义堂 我就说 没人比我会更爱你 你找的这个男人 这几天可天天和那个贱女人玩花样 我还录了视频 你要不要看 傅明轩脸色一变 声音颤抖 你 你 他什么都说不出来 因为那刀尖 刺进去了他脖子 不深 但再用力 能不能活就不好说 宋义堂咽咽嗓子 贵震动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简直无法想象 贵震动的变态程度 宋义堂走了七年 他竟然等了七年 他一回来 他竟然没过几天 就找到了他和傅明轩 贵震动哥哥笑起来 看起来 甚人极了 忽然 他的表情又转狠 要不是当年沈一帆那个畜生 我早就跟你在一起了 七年 我等了你七年 宋义堂捕捉到我的名字 表情瞬间僵住 他问 沈一帆 沈一帆什么时候见过你 七年前了 想起我的死 贵震动毫不在意地笑 当时我看见他 就立马去找他 嘿嘿嘿 我可刺了他好几刀 傅明轩知道 贵震动就是当时杀害我的凶手 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大概是想起了我当时死去的惨状 他软声求饶道 我求你放了我 只要你放了我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我不要钱 我只要一堂 傅明轩几乎是毫不犹豫到 给你 宋义堂给你 我不要了 宋义堂身形一晃 满眼不可置信地看傅明轩 七年感情 傅明轩为了自己 没有丝毫的犹豫 就选择了放弃 可我 为了他 最后没了命 宋义堂声音嘶哑着喊傅明轩的名字 明轩 我们明明 不等宋义堂说完 傅明轩便急不可耐地打断 宋义堂 你就是个丧门星 当时你那个死妈也是一样 要不是我妈有远见 让我不给你妈换肾 不然你们娘俩得克死我们傅甲 至此 最后一块遮羞布被拉开 露出了残忍且血淋淋的真相 一切 都是傅明轩的阴谋 他用一百万买走了我的肾 其实也是亲自断了宋义堂妈妈的命 仅仅是因为 傅明轩妈妈觉得 他妈会克傅甲 我气得浑身发抖 却又感受到 无法忍耐的痛苦 我和义堂 本该可以很幸福 我恨愚笨的自己 以为傅明轩有钱 会给他更好的生活 可没想到 傅明轩想要 也只想要宋义堂 宋义堂正愣半天 突然笑了 他甚至笑得 两肩都在发抖 继而表情突然变得癫狂 震东 我当然爱你 如果不是他 我早就去找你了 他的话里 带着明显的诱导心 指向心又极其明显 惹得傅明轩 一瞬变了脸色 贵震东浑身激动地颤抖 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 你是说 你是说 只要我杀了他 你就会和我在一起 在贵震东疯狂又期待的眼神中 宋义堂笑着点了点头 傅明轩大概是想骂宋义堂的 但他还没骂出来 就被顾震东一刀封了喉 血液飞溅 见了旁边的女人一脸 他从喉咙里发出惊恐的叫声 贵震东将刀子扔到地上 像是完成了某个神圣的任务 他满脸痴迷地向宋义堂张开双臂 等着他扑入自己的怀抱 我看着宋义堂一步一步走过去 在尺尺之间 他突然拿起了地上的刀 狠狠刺向贵震东的小腿 贵震东痴痛地跳起来 可却一下子被宋义堂放倒在地 宋义堂可不瘦弱 料到他的动作快速且狠力 他赤红着眼将刀狠狠地插入他的胸膛 不偏不倚 正中心脏 贵震东吐出一口鲜血 他一脸不可思议地去看宋义堂 话里满是凶狠 宋义堂 你 你骗我 杀了你 杀了你 你该死 你该死 宋义堂不回他的话 只是一刀一刀地 不断刺向贵震东的身体 像是在发泄一般 将七年来所有的物 会所有的痛苦 全都靠这一把刀 发泄在另一个人的身上 满屋都是鲜血 我痛苦地不敢去看 甚至想要吐出来 别再刺了 别再刺了 义堂 你的一辈子都毁了 似是听到了我的声音 宋义堂苦笑着抬头看我的方向 他嘴角勾起笑 一帆 你看 我为你报仇了 不知刺了多久 贵震东胸口处已经烂成了肉泥 旁边的女人满脸泪痕 到最后连喊的力气都没有 宋义堂瞥了他一眼 他竟然就那样失静了 宋义堂踩着傅明轩和贵震东的身体 走到女人面前 拿下了他嘴里的抹布 女人哭嚎连连 一脸求饶地看宋义堂 宋小姐 宋小姐 求求你放了我 我不会说出去的 宋义堂把刀子贴在女人脸上 抹掉了上面的血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我叫林梦芷 干什么不好 非要勾引我老公 林梦芷又哭起来 对不起宋小姐 对不起 是副总妈妈叫我勾引他 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 声音戛然而止 宋义堂将刚擦干净的刀刺入林梦芷的心脏 刚被擦干净的白刀子进去 出来又是血淋淋的红刀子 大概是他嘴里的副总妈妈 给他招置了杀身之祸 房间里 一下子就有了三条人命 宋义堂坐在地上 现在如同一个疯子 可是 是现实逼疯了他 他把刀子扔到旁边 呆呆地望着前面 不哭也不笑 过了大概二十分钟 他终于起了身 面无表情地 将三个人分别拖去了地下室 地下室 大大好久没有打开过 里面满是呛人的灰尘 宋义堂咳嗽了好几声 关上地下室的门之后 他又找了几块抹布 跪在地上 去擦房间外成片的血迹 等一切都搞完 宋义堂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他都干了什么 他一下子瘫软在地 整个身子都在发抖 而后捂住脸好一会儿 他才缓过神来难难道 一番 我对不起你 你怎么那么傻 怎么可以为了我把自己弄没了 为什么 为什么要瞒着我 自己扛下所有事情 你会不会 会不会怪我呢 当然不会 我怎么会舍得怪他 我和宋义堂之所以能在一起 就是因为 他先向我走了九十九步 我才有机会 迈出那坚定的最后一步 在感情上面 我从来都不够勇敢 也不够主动 可宋义堂 却用自己的热情和大方 一步步温暖了我 在被贵振东拿刀刺的那天 我抬头看着天空 心想 沈亿凡你真男人 我不是不怕死 但是我也无法做到 在知道宋义堂会有危险的情况下 撒手不管 转头就跑 要怪只能怪我没什么本事 如果我有足够的能力保护他 或许一切都还有回转的余地 宋义堂趁着身子站起来 去洗了个澡 他把自己冲得干干净净 在出来的时候 他换了一身白裙子 让我末地想到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当时他也穿着白裙子 天天地向我打招呼 可如今 物是人非 他的手里 已经有了人命 我止不住地流泪 如果这就是宋义堂想要的报仇 我更希望 他永远不要知道真相 他这辈子 全都毁了 我紧紧跟着宋义堂 怕他做什么傻事 可他只是去了厨房 用冰箱里的东西 一声不吭地做起饭来 鱼香肉丝 香菇青菜 还有糖醋虾 都是我爱吃的菜 他盛了两碗饭 摆了两双碗筷 然后笑眯眯地对着桌子 另一边的空气说 一番 你快尝尝 我今天的手艺怎么样 我转开了头 心中尽是苦涩 义堂 你不要这样 可宋义堂确仍是笑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 他不再说话 欢欢喜喜地吃完了饭 表现得如同我还活着 如同我们从未分开 如同所有苦难都没有发生 我们只是幸福 且平凡的一对情侣 他表现得实在太平静 平静到有些反常 我不禁有些心神不宁 不由自主地咬住下嘴唇 因为我总觉得平静的表面下 暗藏汹涌的波涛 宋义堂吃过饭后 去了趟银行 将所有的钱都取了出来 在工作人员诧异的目光下 他将钱装了满满的一书包 中间又去买了很多东西 大包小包的去了省之一家 见到是他来 省之一下意识就要把门关上 可宋义堂却先踏一步 将手卡进了门缝 义堂 小心 比我动作更快的是 省之一的手 眼看着门就要关上 省之一立马停下手中的动作 他愈怒道 宋义堂 你有病吧 宋义堂却笑着走进来 将东西放到地上 又取下身上的书包 随意地将它摆到沙发上 没病 就是来看看你和我猜 他可能是想说 咱妈 可太久时间没叫 再加上中间发生那么多事情 他终究只是咽咽嗓子 改口道 来看看你和阿姨 省之一不知道我死亡的真相 只当宋义堂是假好心 他提起东西要把他们扔到外面 宋义堂 我们用不着你可怜 宋义堂去拦住他的时候 眼里闪过痛色 我知道 他不是在可怜他们 而是在赎罪 对我赎罪 两人僵持的时候 我妈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 上来就要拉沈志一 志一 堂堂 不要吵架 我妈虽然怕宋义堂 但她潜意识里 还是不想看到 她和沈志一闹矛盾 沈志一撒了手 又把东西放回来 她咬着下嘴唇 面露不悦道 如果妈妈没有变成这样 她绝对不会让你进来 宋义堂晃了下身形 勉强地笑 我知道我做错了挺多事情 志一 我不求你们的原谅 但能不能 让我再去看看一帆的卧室 还有什么可看的呢 我实在怕她独私人 我随着宋义堂 又回到了我的房间 那52张画被拿走后 房间里更显得气轻 上一次来的时候 宋义堂 只是想问沈志一一个真相 这次再来 真相已全部解开 只是心境却愈发沉重 刚进来的那一刻 宋义堂的脸上 就流下了泪 她一哭 惹得沈志一更难过 沈志一哽咽着别过脸 宋义堂 你别装什么好人 我哥都走七年了 你现在才想起来难过是吗 宋义堂艰难得咽咽嗓子 她嘴唇都在颤抖 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 志一 其实 听到其实两个字 我不由得心提到嗓子眼 我实在太害怕 沈志一知道我死亡的真相 因为说到底 我是因为宋义堂而死 他俩关系本就岌岌可危 如果沈志一 再知道这件事 更不会给宋义堂好脸色 好在 他刚开口就收了声 大概他也不想让沈志一恨他 其实什么 宋义堂不忍得抿抿嘴 最后还是选择了隐瞒 没什么 话说完 他的视线 突然落在我桌子上的一个小盒子上 上面写着 给我未来的老婆 宋义堂 我下意识地全了全手指 上一次 宋义堂光顾着拿画 没有看到那个盒子 但其实 我更想送出去的 是他 当年 得知我爸跳楼的消息 我妈当场就昏了过去 倒下的时候 头砸在桌子角 血流了一地 等他在医院里再睁眼 就像失了神志一般 说话动作完全像个孩子 沈志一 当时本来已经成功申请了 QS前二十的大学 再过几个月 就可以成为一名研究生 他本该有大好的前途 可嘉靖至此 再无支持他留学的能力 甚至他 还要去找工作 想办法和我一起 错我妈的医药费 坚强如我妹 他没掉一滴眼泪 他说 哥 我陪你一起扛 宋义堂也没有嫌弃我 他拉起我的手 眼神坚定 说夫妻就要 同甘苦共患难 我会陪你 一番 我们共度难关 我当时在心里 暗自发誓 我沈一番这辈子 一定要好好对宋义堂 我不再沉溺于 自己的画家梦 一刀剪掉自己的 一头长发 也一刀 剪掉过去 活在理想里的自己 我递出上百封简历 最终靠211学历 得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在小小的出租房里 我和宋义堂吃着泡面 畅想以后的生活 他当时很幸福地看着我 我们以后 肯定能住上大房子 房子带个小花园 我们两个人在养只猫 我打去他 就这么点理想 你老公 我以后可是要挣大钱的人 那你再给我买个 大大大大钻戒 我知道 钻戒对于女生来说 有多么不一般的意义 幸福 永恒 它有很多美好的含义 我可能要好久 才能买得起房子 但至少 我可以先给他 买一枚钻戒 当时我把工资 都上交给宋礼堂 平时手里 只留个伙食费 为了给他买钻戒 我会在网上 接一些画稿子的单子 一笔一笔地 往金库里攒钱 那时候 我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等宋礼堂睡着了 我就爬起来画稿子 攒了三个月 我终于攒够了钱 虽然只够买一颗拉 但是我心里却如蜜的甜 只是没想到 造花弄人 钻戒还没送出去 我和宋礼堂的关系 就画上了终点 这曾是我死前的一个遗憾 但现在 宋礼堂手里 就拿着那个盒子 我盯着他的脸 打开吧 礼堂 打开它 这本来就是给你的 我大概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他打开盒子 看到钻戒时的表情 惊讶 感动 难过 自责 各种情绪 在宋礼堂的眼中交织 他一直手捂住嘴 一如当年 我和他表白时的样子 虽然宋礼堂看不到 但我还是 单膝跪在了他面前 我的手须拖着那个盒子 认真且专注地看他的脸 我哽咽着问他 请问宋礼堂小姐 你是否愿意成为我的妻子 我们永远相爱 永不分离 我没等来宋礼堂的那句 我愿意 倒是沈志义冷着声音开口 我哥真的很爱你 爱到甚至愿意牺牲自己 这没戒指你拿走吧 以后别再来了 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你 宋礼堂僵硬地点了点头 他把钻戒从盒子里拿出来 戴在了自己的无名纸上 然后向沈志义许诺道 你放心 我会让所有伤害过你们的人 都付出代价 回了别墅之后 宋礼堂一下子 在网上发了很多东西 没过多久 富士集团就上了热搜 锦号富士集团 对调建筑材料 锦号 锦号富士集团 收取回扣 锦号锦号 富家二席自报 锦号 热搜接连上了好几个 全是关于富士集团的 各种暗箱操作 宋礼堂从来不是吃素的 他跟着傅明轩的这几年 暗地里掌握了不少 富家的把柄 大概我的背叛 让他没办法再全心全意地 相信任何人 事实也证明 幸好他留了一手 富士集团承包了 江城大部分的建筑项目 对调建筑材料不是小事 如果对调的材料质量不合格 那么 富士集团可能要面临 上亿的赔偿 这对富士集团说 无疑是致命的一击 傅明轩妈妈陈雅的电话 很快就打了过来 他气急败坏地骂宋 一堂脑子糊涂 你个扫把心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做 会给公司带来多少损失 宋一堂 赶紧趁舆论起来之前 删了你发的所有东西 再写一份道歉声明 不然 到时候 我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陈雅是非常不了解宋一堂的 他既然做得出来 就已经没有回头的打算 他从来不会做 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手机这头 宋一堂笑的圣人 妈 你怎么还有心情担心公司 明轩这几天都没回家 你怎么就一点都不担心呢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 而后世陈雅更加不讲道理的辱骂 你自己没用 留不住男人 问我干什么 还不赶紧 林梦指 宋一堂打断了他的话 仅是一个名字 就让那头的女人闭了嘴 再开口 陈雅丝毫没有被发现的心虚 既然你都知道了 我也没必要瞒你 你这几年都没给我们傅家生个儿子 你不想生 有的是人想生 你也别怪妈心狠 只是你那个肚子实在不争气 我实在着急 宋一堂根本就没在意 陈雅说了什么 他轻轻按了回车键 又上传了几份 坐时富士集团贿赂压压榨的证据 等上传成功 他笑着问陈雅 妈 能跟我开个视频吗 我想给你个大惊喜 所谓的惊喜 其实是惊吓 宋一堂开着视频通话 拿着手机去了地下室 镜头翻转 他亲自让陈雅在镜头里看到 傅明轩被割喉后的死状 也顺带着旁边被刺死的林梦芷 手机那头 立即传来陈雅的尖叫声 他面容有多扭曲 宋一堂笑得就有多开怀 宋 乙 堂 你个毒妇 画面里 陈雅将手机摔到了地上 而后又传来他受刺激晕倒发出的闷响 再接着 便是庸人们慌忙跑过来的脚步声 宋一堂这才满意地挂了电话 他踢了一脚地上的傅明轩 嘴里喃喃道 一番 你看 我就说 我会让伤害过你们的人都付出代价 我颓丧地飘在他旁边 一堂 这代价付出得太大了 我以为到这里 便是事情的结尾 我脑子里还在飞速运转 如今这场面 宋一堂到底该怎么收场 三条人命 还弄垮了傅氏集团 他接下来的日子 想必不会好过 可我没想到 他话里所谓伤害过我们的人 也包括了他自己 宋一堂起身 四周望了望之后 就笑着走向厨房的柜子 他将柜子里的几桶食用油 全部拿出来 都没怎么多想 就将他们一股脑洒在了地上 一堂 不要 我看出他寻死的想法 急急忙忙跑过去 想要阻止 可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的哀嚎他听不到 我的动作他看不到 我喊得撕心裂肺 可宋一堂手上的动作 并未停止 他点了打火机 脸上带着复死的决绝 一番 我来陪你了 一簇微弱的火苗 在空中划过一道火壶 啪哒一声落到地面 贴地的火蛇 几乎是瞬间席卷地面 浓烟四起 呛得宋一堂直咳嗽 可他就是站在原地不动 静静地等待死亡的降临 一切都被火焰吞噬 我感觉我的灵魂 也在被灼烧 热浪翻滚 我看到宋一堂茫然地抬头 似乎在与我对视 一番 一番 他像是看到我一般 正正地朝我走来 一番 我们下一辈子 一定要好好的 火蛇席卷上天花板 我和宋一堂在熊熊大火中 彼此注视着对方 一切都成了定局 再无挽回的可能 我任命地流下泪 一堂 我答应你 下辈子 我一定要好好保护你 大火吞噬了一切 也吞噬了我和宋一堂 继续 黄 继续